大卫王比赛上 选手们各个撞入 唯独这黑哥瘦的根猪肝刺 只见他左手拿一根右手塞一根 速度还越来越快 连嚼都不带嚼的 一分钟不到 就吃完了85根热狗 拿下比赛冠军 虽然赢得光彩 但肚子有点闹腾 只好来到厕所哗啦哗啦 他不仅吃得快 拉得也很快 因为他体内有个小人 专门负责排泄食物 就连吃热狗时 都有人专门处理 没错 这个黑哥不是人 而是一个人形飞船 这群外星人几天前 刚来到地球 想要获取水源 可专门吸水的吸水球丢了 他们必须找回吸水球 可他们还不能熟练操控飞船 黑哥走个路都一瘸一拐 还盯着别人模仿表情动作 就连情侣在晒狗粮 他都要凑上去拍张照 别人戴耳机听歌是听个爽 黑哥戴耳机 那就是飞船船员集体遭殃 因为看不懂红绿灯 闯个红灯立马就被车撞了 司机金发姐吓得不轻 觉得自己要完蛋 谁知黑哥像个没事人一样坐了起来 就是脚有点挽过头了 趁着金发姐不注意 黑哥来到了小巷 指甲耳朵打开舱门 小人顺着绳索荡到脚边 按下脚上的制开关 接着开始修理崴脚 而这么大的人形飞船 体内的设施结构更是复杂的惊人 每个器官都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掌控 就连船长都长得和飞船一模一样 虽然一路上吃了不少饼 但他们此刻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找到遗失的吸水球 就在这时 金发姐找到了黑哥 为了表达歉意 对方将他邀请去家里做客 一杯水下肚 体内的船员可就遭殃了 遇到家里小猫 系统判定成危险生物 直接一脚踢飞 随后黑哥看到金发姐儿子的照片上 居然出现了自己一直在找的吸水球 得知儿子卷毛地的位置后 他立马前去找人 这黑哥真不是人 他用手扫描桌上的钱币后 就来到试衣间 下一秒 他竟然拉出了大堆钱币 好家伙 再也不怕没钱换新衣了 换好衣服后 他来到学校找卷毛地 却被校长当作新来的老师 给安排去授课 黑哥拿起粉笔开始讲课 不到半分钟 就把整块黑板给写满了 学生找他削铅笔 他就放进鼻子立马削完 真是干净又卫生 随后他叫出卷毛地 想让对方交出吸水球 可吸水球被几个坏学生抢走 他们必须去抢回来 两人来到店里找人 但连个影都没见着 却来了两个劫匪 黑哥抓住其中一个 用力往后摔 接着又用手捏扁了同伙的手枪 把同伙下的落荒而逃 见天色也黑 坏学生也还没找着 黑哥只好把卷毛地送回家 可身无住处的他 不得不流浪街头 他找到一个流浪汉 跟对方一起度过一夜 而流浪汉也很深暖心 怕黑哥着凉 还把自己唯一的毯子给他盖上 一直坚信人类都是坏蛋的外星人们 从这一刻开始 觉得人类其实也是个很有爱的生物 隔天 黑哥在街上 碰到了被坏学生欺负的卷毛地 他挺身而出 抓住小胖就来了个道理 成功拿回了吸水球 此时飞船的副船长表示 他们现在应当立马使用吸水球 回去拯救自己的星球 而不是留在地球陪这几个人类玩耍 但船长这两天的相处下来 内心也对人类产生了胆情 觉得应该留下来陪多卷毛地几天 副船长忍无可忍 决定密谋策反 趁着黑哥在和金发姐跳舞 策反的小人从耳边跳出 黑哥见状连忙把他们塞进嘴里 好不容易避免了身份暴露 店里却来了一群警察 把他抓进了警局 原来当初黑哥降落地球时 留下了面部痕迹 警察便造出人脸模具 一直暗中调查 试图找到这个天外来客 这下 怕是要玩 这黑哥有点猛 只见他手指变成大炮 轰的一声 就把房间炸出大洞 而作为一个人形飞船 更是不惧子弹 几发激光炮过去 警察都重伤无数 一直保持和平的黑哥 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面目争鸣 原来是副船长不服船长的操作 已经策反把他抓了起来 女副手看不下去 偷偷摸摸就出了船长 结果还是被副船长抓住 通过黑哥打个喷嚏 把俩外星人都给赶了出去 体型如同蚂蚁的他们 仿佛来到了巨人国 一颗篮球就能要了他们的命 而此时女副手不小心踩到烤箱套 不管怎么用力 都无法挣脱 船长好不容易把他救出来 就发现了走远的人形飞船飞哥 可这么远的距离 该怎么过去 船长灵机一动 让俩人抓住塑料袋 如同热气球一样 随风飘动 终于 他们落到黑哥腿上 可黑哥已经来到海边 准备用吸水球 把地球的水通通吸走 他用力一挥 结果双手却停了下来 接着又一个原地翻滚 把吸水球滚进了海中 原来船长已经赶回飞船 命运抓住副船长 夺回了黑哥的操控权 此时吸水球瞬间发起作用 大海立马升起一道巨大漩温 为了地球的安全 船长决定收回吸水球 争得所有船员同意后 黑哥利用仅剩的一格电力 收回了吸水球 大海立马恢复平静 可黑哥却失去电力没了反应 此时卷毛地一家和警察紧随而至 正当警察就要进行抓捕时 卷毛地抢走他们身上的电机器 直接对到黑哥身上 强大的电流注入 黑哥成功恢复了电力 此时船长坐着电梯 从口中走了出来 他向人们道歉 并表示自己从地球上 学到了友谊 勇气和爱 跟众人道别后 黑哥利用双脚喷气 连地升天 结果却被赶来的FBI以往抓住 难道这下真的要完了吗 并不 只见左脚丫从身体分离 变作小飞船 带着船员离开了地球 他们来到浩瀚的宇宙 继续寻找拯救星球的新资源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代夫号飞船》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